好 国际消息继续要看到的是 梅基台风虽然对于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在11号却是侵袭了菲律宾 造成土石流跟洪水的灾起 酿成了25个人死亡 根据这种特色的报道 梅基台风是今年第一个侵袭菲律宾的台风 那么菲律宾国家灾害机构表示说 除了有民众不幸的身亡 另外也有13000人被迫远离家园去逃难 那么全国现在累计下来 受灾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3万人